把刚刚的东西呢 复习一下好不好 快速的把刚刚的东西复习一下 我把这一个查掉 OK 我们呢 现在要建构一个vector space 用这种向量 所以你一定是找很多 collection嘛 对不对 你可以是A的向量 B的向量 管拉 无穷多个向量 只要任意两个相加 之后的结果 也是属于这个collection里面 只要 我向量 不管它有没有运作 还是单独 前面乘三个常数 之后也是属于这里面的 我就说这个vector 它是个linear 这个collection 就是个linear vector space 对不对 我就是去检测它的运作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好 那在我这边呢 我也可以设定一个collection 无穷多个 只要 抱歉抱歉 那个是函数 我要写在那边 这边是用这个表示 我可能有 这一个 无穷多个的 一个collection 一个集合 只要这里面 它吻合 第一个操作 两个相加 管理是谁 加完之后 结果还是在这个collection里面 只要 我把 这个乘上a 之后呢 比如说 好吧 这边这个a 常数a乘上这个相量a 那是不是代表相量的长度 就增加a倍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说 它也是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它还是在v里面 那么 上面这个v呢 就是一个linear vector space 假如说 我这边有个vector space 有个collection 它可能是 比如说 10 00 有好多 0100 ABCD 的这个collection 只要 我这里面 我随便举两个 比如说 0100 再加上 0100 这一加起来就知道了嘛 有矩阵的相加一定是什么 0110 这个也是属于v里面 只要 我拿一个a 比如说乘上 1000 它就会变成为 A000 这个还是属于v里面 那么我就会说 这个v的这个collection 它就形成一个vector space 同样的 我这边呢 也有一个collection 它可以是fx 可能是gx 可能是hx 管它的 我只要其中两个相加 之后的结果 还是属于其中一个单元 我只要把它乘上一个什么常数 之后还是属于其中一个单元 那么 这个v我就称之为vector space ok 记住 这只是个游戏而已 游戏规则 把它记起来 一个0 做几个运算 乘上个a 答案一定等于0 我们一个0 乘上个v 它一定等于0 对不对 这个0 乘上abcd 一定就等于0 0 就是0 一个0 乘上个fx 就等于0 所以请你记住 这个都是最简单的 我们只是在不同地方 用不同表示式 往来表示出来而已 ok 好inverse怎么做呢 inverse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前面有定义 什么叫inverse 你自己加上你的inverse 等于什么 等于0 所以在我们这边呢 a再加上个负a 它会等于0 所以负a就是a的什么 inverse inverse of a 对不对 同样的 我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做 v再加上负v 这个也是0 那么 这个 就是v的inverse 那么 这边就要注意了 abcd 再加上一个 什么东西 它会等于 000000 那这个 是不是就是它的inverse 对不对 同样的定义啊 你发觉这还用看 负a 负b 负c 负d嘛 加起来结果就是会等于0 对不对 同样的 假设这个fx 加上一个不晓得什么东西 最后变成0 这个是什么 负的fx ok 所以这些定义就定义出什么叫做inverse出来 假如说你可以从这里面找到basis 那么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向量都可以由那个basis来产生 记住哦 我这样展开来 我可以有各种展开法 但是真正要找到basis的 只有一组 最简单的 这一组当然可以旋转了 空间当中任你转 但是 你再怎么转 它就只有 比如三度空间 就只有三个 我说这个叫xyz 可不可以 可以 我转一下 这个叫xyz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随便你怎么转 它都可以 但是 A代表什么意思 A代表什么物理性 假设这个物理向量是A 这个是A 所以它有它的投影量 对不对 Ax Ay Az 但是我也可以把这个坐标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啊 那变成我跟他又有它的什么 投影量 不管你在这个basis你如何选 你只能够选三个 比如说在xyz桌票 选定了之后 你在这上面投影量就确认 假设我把这个坐标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一转的时候呢 我投影量全部改变了 但是我本身的A并不变 这个就是个物理的特性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怎么写 我们就任何个V subventionI 这样就可以了 后面这个比较难写 这个相量的 这个矩阵的 跟这个比较难写 对不对 不过基本上我们维持 我们以后会尽量用这种方式来操作 OK 我们开始来讲几个简单的特性 inner product 内积 内积很简单 A.B 是等于A的大小 乘上B的大小 乘上两者的角度超 或者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写成SummationI AIBI的相成 然后把它加起来 A是向量 B是向量 Dot完之后就变成存量 好 too simple 每个人都知道 好 那我们这边要怎么来描述 这个inner product呢 用这种符号怎么来描述呢 我们这个时候 就要把它写成 V.W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子写 OK 其中呢 这个呢 我们给它名称叫 First Factor 这个当然就是Second Factor OK 我们要这样子写 那这样子写代表什么意思 这样子写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必须要学下面的一个东西 A到的B 在我们这个简单的向量下 它会等于什么 B到的A 是不是 反正都是存量嘛 但是在我们这个下面的时候呢 不要说这个下面 你把这个拿过来矩阵 你告诉我矩阵A乘上矩阵B 会不会等于矩阵B乘上矩阵A 不会呀 这是不会有这种现象 对不对 除非特例一下 它才 OK 所以 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虚拟的东西来写的时候 我们就写一个比较general的形式 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怎么写 V到的W 我可以写成 W到的V 整体去Complex Conjugate OK 这个在我们向量里面是一个Symmetry 是一个对称性 这个呢 是Skew Symmetry OK 所以这个操作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不要把它弄错掉 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是一样 A的大小呢 是不是等于A DOT A 它永远大于等于0 这边也是一样 我把V再DOT V呢 本身也要大于等于0 这是一定的 OK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假设我A啊 乘上DOT的一个 B的B 再加上C的C 那我就可以写成B 提出来A.B 再加上C提出来A.C 对不对 很简单的嘛 那我们这边呢 也可以同样写成V 假设是A W B Z 这两个 那我就可以写成为 A V W B V Z 我可以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但是 这边要记住几个东西 假设我 这一个 W前面有加个A 比如说 V 乘上A 这样子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个只是 假设以向量来讲 一个向量前面乘上个A 只是把向量变长 A倍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我们这种符号操作下面呢 它就可以写成为A直接沉进来 就把它变成A倍 这样子就好了 但是假设有一个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以前学过 当这种箭头朝右的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什么 Kit V 这个叫做什么 BRA 对 V OK BRA V跟Kit V有什么差别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个 假设呢 我有两个 向量 OK 一个 我看看 一个V 一个W 假设我现在学成这样 假设这个 就类似于V好了 这个定义为W好了 请问一下 你如何将V乘上W 在向量里面你要怎么参 你要怎么参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写 V1 V2 我先写三个就好了 乘上W1 W2 W3 会不会 可不可以这样子 这样可不可以乘 完全不可以乘嘛 完全不遵守 矩阵的形式 矩阵要横的乘上直的 横的只有一个 直的却只有三个 那你怎么乘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要怎么样 把直的转成横的 对不对 这个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 你要乘呢 你本来是在后面的 比如说是W 你一旦要变成在前面的V 你要做个transport 横的跟直的互相交叉 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 对不对 所以 当我V摆在前面的时候 跟后面的V当中呢 一定要形成一个transport 第一个 第二个 V乘上V 要等于什么 要等于一个长度 要大于等于零的 时数 一个物理量 可不可能是虚数的 不可能 你说我的体重 70公斤 I 我这不知道是什么体重 可能是我的灵魂的体重 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数 那你怎么办 我们知道在这个里面 矩阵里面 我没有说每个单元 是时数还是虚数 它可能可以是虚数 对不对 但是这样你是矩阵 transport的这件事情 一定要做 紧记着一件事情 假设我是两个 自己相乘 之后 一定要大于等于零 而且是时数 你说这简单吗 V1的平方 加V2的平方 加V3的平方 平方一定大于等于零 谁规定的 假设我V1 等于A加上IB呢 那你怎么办 那你这个乘起来 是不是第一项是 V1的平方 加V2的平方 加V3的平方 那这一乘的结果 自己乘自己嘛 V1乘V1 是不是A加上IB的平方 你告诉我 它是虚数还是时数 虚数还是时数 虚数啊 虚数哪有什么 大于不等于零 大于或者不大于零 只有时数 才能够讲这句话 那你怎么办 怎么能够让它变成时数 后面这个是定义的嘛 你本来一开始就是给它 所以后面这个不管 OK 所以相当于你后面这个 A加上IB不管 前面这个要transport transport之后 还要做个complex conjugate 这个时候 你才会变成A1平方 再加上B平方 对不对 才变成时数啊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我把一个东西 这样子一转换的时候 V转成 Kate转成Broad的时候呢 我要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我要做一个 adjoint 好像画个十字架一样 OK adjoint adjoint的本身就是一个transpose 再加上complex conjugate 的动作 这样子才可以吻合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啊 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去凑成跟前面一样的东西 符号不一样就鸡飞狗跳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做 那么更进一步来讲 假设我本来前面呈上个A1的常数 今天我把它转过来 这样子对不对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整体做adjoint 所以我将V变成为V的时候 这个要做adjoint 或者是颠倒也可以 OK 然后我把一个A一个V变成为V一个A 它也要做adjoint 但是我这样子写其实不是很好 应当是这么样子讲的 我要变过来 不是现在的做法是 我把这个做adjoint 我可以把它变过来 也就是说这个呢 是等于你还没有变之前的做adjoint 这样才对 sorry OK 也就是说我要变过去 我要先把它做个transport 再compress conjugate 我要把它变回来 也要做个transport 再compress conjugate 对不对 它们才可以互相转换来转换去 所以在Bla跟Kit的计算的时候 要很小心 假计你本来是前面乘三个常数A 你要把它变化过来 变化成为V A 你要做个这个 这一做之后呢 这个本身 经过adjoint操作之后变成它 所以没有动 A呢 adjoint 你还是要adjoint 对不对 还是要adjoint 所以这个操作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假如说这个A本身 只是个数字 数字还需要transport的吗 不需要 它是一维的嘛 它是一个零维的 它是一个点 所以有没有transport 没有 所以相当于什么 只保留什么 complex conjugate 就好了 所以呢 以前你们在读量子物理或进物的时候 常常在做这些操作的时候 你都会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前面移到后面 后面移到前面的时候 会变成这个样子 OK 那这一边呢 它告诉我们 因当要这样做 假设要这样子做 那后面的这个呢 好像也可以很类似的做法 对不对 好来练习几个操作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OK 假设 operation exercise 我们练习 OK 假设V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I呢 是V的basis OK Basis of V 那么我们有个W 当然也是一样啦 也是在同样的basis的话 它一样会变成这样子 为了避免符号重叠啊 我先把这个变数呢 通通变一下 变成这样子 OK 好 请问一下 这个要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要等于什么 这个 是不是相当于 这整个的要取adjoint 这儿的joint 一运作到这边来了之后呢 它马上会把这个 I啊 从Kit 变成Broad 看看 summation 当然是不动 但是Vi呢 Vi只是它的component而已嘛 对不对 它投影在那个 I basis上面的投影量而已 它只是一个值 所以它无法transport 它只能做什么 complex conjugate 所以这样一来 那就很简单啦 V乘上W 这个V就等于这边嘛 它是等于summation I Vi 这个 再乘上I 对不对 再乘上W 这些都是数字数字 summ J summ I 互相毫无相关 通通把它取在前面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假如说这个I 确实是它的basis 我们刚刚说 这两个 Broad跟Kit 面对面 代表的就是 inner product 对不对 inner product inner product的意思是 你可以说 我这个是B 投影 在A上面 的值 再乘上A的值 或者A投影在B上面 乘上B的值 那我这边也是一样啊 I投影在J上面 乘上J的值 假设它是Basus 假设它是Basus 就跟我们XYZ坐标的Basus一样 XYZ坐标就是XYZ的单位向量啊 你告诉我 X dot Y 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0嘛 那X dot X等于多少 E 因为它是Basus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很喜欢呢 把这个 现在Delta IZ 这个呢 给它个名字 叫做 Chroniker Delta OK 就是这个样 好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开始再从这边来看看 A dot B 等于0的话 就代表一件事情 A垂直于B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假设V跟W Inner Product之后 也等于0 就告诉我V跟W当中 也是垂直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来看这个向量 比如说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向量 它是这样 它是只有四个 比如说A 第一个向量 它是1001 它是000 第二个 0100 第三个 0100 第四个 0001 我们有个collection 是1234 一直到无穷大 但最重要的basis 是这四个 所以你可以看看 假设我把1乘上3 会变成什么 1乘上3 记住哦 这个1本来是kit 你要变成bra之后 它要转换过来 怎么转换 经过两个步骤 第一个是什么 transport 第二个呢 conjugate 所以transport 横的 变成直的 10 就变成10 00 横的变成直的 就变成这个 乘上3 3不变 0010 乘起来结果等于多少 1乘上0 加上0乘上1 是0 1乘上0 加上0 乘上0 是0 0乘上 反正这两个都是0 乘谁都是0 果真是垂直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1跟3是垂直 那你随便去运作 这四个 互相都是垂直 只是因为 它们的大小又是1 所以很简单的 它代表了 只是一个什么basis OK 好 现在开始呢 我们要把这两个 混着用 这两个混着用 开始来讲一些特色 现在我把这些呢 开始擦掉 OK 开始擦掉 我稍微整理一下 那我们要有点净化 就把这个项链的部分 怎么样 就不再用这个项链 我们基本上都用这个符号 以及矩阵 这个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们这个vector space 有很多个basis xyz坐标只有三个 对不对 像刚刚这个呢 二乘二的这个矩阵 所形成的vector space 只有四个basis OK 那么 我们 不管它三七二十一 我们是希望 可以把它整个展开 OK 我们希望把它展开 其中的这个i呢 is autonomal basis OK autonomal的意思就是说 它们互相垂直 同时它的大小等于1 OK 在basis当中 就好像x的单位向量 跟y的单位向量互相垂直 但它们大小也通通都是1 OK for example 假设我们有个向量是ve到vn 我可以定义呢 它有些basis 第一个basis e下面都是0 第二个basis 是一个向 是一个矩阵的 第二个单元等于1 其他都等于0 到最后呢 vn呢 前面都是0 直到最后一个变成1 我可以这样子把它展开来 这边1的你把它 最简单就看成向量的投影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从这边来看看 vi是投影在i这个basis上面 v的分量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这个分量等于多少 假设叫你求这个分量 你要怎么求 你要怎么求 我请问一下dj一个 vj等于多少 那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 我把dj一个来对他做内计 我把dj一个对他做内计 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都只是常数而已 是跟着他的 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这个等于什么 这个等于什么 它是basis 对不对 basis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互相 只要是不一样 就互相垂直 那你这边 j是固定的 因为j是我乘的 我乘哪一个j就是哪一个j 但这里面有sum sum n个 i从12345678 其中一个刚好是j 只要不是j的 这两个乘起来都是0 只有i等于j的 是等于多少 1 是不是 所以vj 我们可以怎么样 怎么写 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呢 把这个加进来 会变成什么 就告诉我们一个v 本来sum i i要成像v i啊 这边 干脆我把j把它换成i了 反正这边只是个符号嘛 对不对 无所谓啊 vi是等于谁 是不是就是他 记住它是个什么 单纯的 number而已 我们这边有个i 那这个时候写法 请你记住一下 他会怎么写 i先写 v呢 写在后面 这样子一来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重整一下 把我想要强调了 这个东西写在前面 这样子来看看 这个形式跟那个形式 是不是就一致了 sumvention 好 我有sumvention v kid i 抱歉 我弄错了 我看看 没有关系 kid i 你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这个只是个number 我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所以就代表vi vi vi是这个嘛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v kid kid v 这个也是kid v 请你写一下 我自己会等于我自己成上谁 成上谁 成上一个自己的operator identical operator 对不对 所以 identical operator identical operator 就是这样子 成上自己的 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identical operator 就是等于这两个相成 对不对 好 他有他的用意在 我们待会会有例子来讲 ok 那先将这个记住 我可以 知道这个 我可以知道这个 ok 请将这两个呢 先把它记起来 ok 好 那么这个 现在有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我这个expansion呢 我可以 这个i 这边我指的i是很特别 它是autonomal 的basis 我可不可以对着 其他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autonomal的东西 来投影 可不可以 我也可以做 类似的做法 ok 那这个时候 我怎么办 或者是 它本身不是autonomal 那我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必须教大家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我看看 很重要一个理论 就是说 假如 先把名字写一下 Gran Schmidt Theory ok 假设我们有一个 anineal independent basis 但是这个basis 它不是autonomal 不是autonomal 你看看 independent basis 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我们现在打个简单的比方 所谓dependent 就是说 我 可以由其他人 建构出来的 independent 只有当什么 当我 每一个 我本身像那样 经由它来分解之后 比如说像前面讲的 A V AI I 这个 假设我这个 我不要用 好吧 我用这个 但是这个的大小不是1 我只要这样子做完之后 我没有关系 我一样 只要能够让它等于0 那等于0的时候 是每一个AI都要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说 这个是一个 independent的basis 但是我们希望 是就像XYC坐标一样 我希望basis上面 每一个 我能够转换到一个呢 它的大小都是1的 因为1的很好办 很方便 假设它不是 那就很麻烦了 OK 那像在 这个黑板的 这个二维空间里面 比如说有一条线是这样 有个方旋是这样 有另外一个function是这样 你告诉我 这两个是 你一定要independent 还是dependent 一定是dependent 为什么呢 我H呢 可以等于F 乘上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把这边叫做X 它可能是这样子 那么我可以用 其中一个来建构另外一个 那这两个就不是independent 对不对 但是呢 假设我有另外一条线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KX KX跟FX 它会怎么样 我能不能 FX可不可以用K来建构 不行 K能不能用FX来建构 不行 但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两个是独立 对不对 这两个是独立 只是它有交叉而已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要怎么样 convert a linear independent base into an orthonormal one 好 所以现在我先把这个擦掉 我们这样子来看待 假设我原来有个independent的basis 这个程序 所以我们来想想看 假设我有1跟2 1 2 刚刚已经说了 这两个1跟2 两个independent 对不对 因为呢 你没办法用1来组成 我把它画长一点 你没办法用2 你没办法用2来组成1 你没办法用1来组成2 你没办法这样做 那我怎么办呢 第一件事情 我能不能先把1 这个先把它确认下来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 我把1呢 就把它当做怎么样 它方向跟小1的方向是一样的 我只要除以怎么样 它的大小就好了 对不对 等一下 我先把符号给搞反了 上面叫它多么数字 大家跟着我转换过来 要不然的话 这个会跟课本不一样 你看起来会头昂脑胀 所以呢 现在我们有这两个 我第一件事情 先把它convert 让这个1啊 第一个呢 其实就是 把第一个向量 除以 第一个basis的向量 除以它自己变成大小 它就变成大小 唯一的一个向量E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可以定义出一个 1 在这边 好 那现在在这个第二个basis 2这边呢 2跟1啊 其实也是independent 但是我希望能够转换到阿拉伯数字的 2的那个向量 让它跟1锤子 1是这样 那它的锤子一定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怎么建构 我建构的方式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 这个2 罗马数字2 我可以投影到 罗马数字1的这一条上面 所以我这边有个投影量 这个投影量等于多少 是不是把2投影到1的上面 是不是 2投影到1的上面 2投影到1的上面 相当于1跟 阿拉伯数字1跟2相当 互相dot 是不是 它的量相当于这两个dot 哦 不对 确实不对 因为这样子来做 我们会变成为 就好像你把 这个叫做A 这个叫做B A dot B 会等于A的大小 乘上B的大小 乘上cosθ 你知道Bcosθ 才是它的投影量啊 我不要这个A啊 对不对 所以它简单 那我把它dota1 dota这个1 这个I呢 写成1 是不是我把它投影在这边 所以这个假设是1 那么1呢 刚刚已经被normalized了 所以它大小就是1 所以是不是就等于B的cosθ 就是它的分量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向量一定要有方向啊 所以这个方向在谁的方向 在这个单位向量的方向 所以我把1写在这边 所以这个我这样子来表示 我为什么要表示这个 很简单嘛 假设B是这样子 它可以分出两个分量 第一个在这边 第二个分量不就在这边了吗 这个你把它移过来 这个不就是另外一个垂直于1的 垂直于1的一个向量吗 所以我要做的是把B啊 B本来是等于这一段加上这一段 我把B减掉这一段 是不是就剩下这一段 所以B呢就是我们第二个嘛 剩掉这一件我可以得出这个出来 但是这个的大小是不是等于1 不是 不是啊 我最后面再处以它本身的大小就好 懂我意思吧 我把这个叫做2 plung 所以呢我就可以经过step2 我再计算2plung 2plung会等于什么 原来的 没有normalize之前2的向量 剪掉 投影到1上面去 的那个向量 之后 我再来 把它normalize 把它怎么样 的大小算出来 把它除掉 它就变成大小等于1的一个向量 我就建构出一个2出来了 是不是 那我是有无穷多个呢 我就一样画糊糊一步一步下去 那第三步呢 同样的做法 先算3 3一定是第三个 剪掉 它就会写成这边 那么假设有另外一个 C OK 那我就必须另外一个第三个向量 我必须要投影在它上面 投影在它上面 然后把它们投影它上面的量一扣掉 就会得到另外一个投影量在这边 然后再把这个量 做normal 量 把它的值 除掉 你就得到 它的一个单位向量 我就可以一样画糊糊 一直做下去 我们来做个很简单的example 这样子 这样子 A跟B in XY plane上面 因为只有I跟Z 请你由这边开始 取出两个 做出两个怎么样 autonomal basis 第一个这两个一定要independent B A的这个方向 只不过大小把它变成为 是吧 1 A是什么 3I再加上4J 这个很简单 大小呢 在XY平面上面就是3的平方 再加上4的平方 开根号就是5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向量就出来了 5分之3I 再加上5分之4J 它们大小是不是1 是1 好 第二个呢 怎么办 先算成2plus 我们先把B 先减掉 投影在它上面的量 先把B OK 减掉 B 投影在它上面的量 OK 假设按照那边的话 我 我先按照那边的方式来写 是不是要减掉 A 不 减掉E 那E 你要B投影在E的上面 所以B呢 是原来不动 2I 减掉6J 减掉 E E本来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5分之3I 再加上5分之4J 然后B投影在E上面 B投影在E的上面 B跟E的inner Inner Product Inner Product是什么 2乘上 5分之3 再加上 负6乘上 5分之4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是多 5分之6 是不是 这边会变成5分之25 25分之3成 我看看 哦没有 这边要先做 5分之6 减掉5分之24 是不是 5分之6 减掉5分之24 是多少 5分之 负 18 我没有算错 没有错吧 5分之负18 拿进来 负的负的得正 5分之25 现在是3乘上18I 再加上5525 4乘上18 负 对不对 那这边既然要弄的话 你把它算一下 最后呢 它可以算出一个 基本2分之10嘛 再加上 给他西养 这个算一算多少 104 抱歉 我把这个算成 算在这边 5分之104I 减掉 25 25分之78J 但是2并没有 大小并不是等于1 所以我们再把它转换成为2 对不对 等于说上面这个 5分之104I 减掉 25 25分之78J 除以 更号 25分之104的平方 再加上 负的 25分之78的平方 开更好 OK 请你自己把它算出来 它就可以得到 所以假设你从这边来画画看 好吧 我们来画一下 好 第一个 43I 43I 4J A 然后我们就定义出一个这个 5分之3I 加上5分之4J 我们就把它设定成这样子 这个叫做1 那B原来在哪边 2减掉6J 2减掉6J 可能在这边 我们刚刚做的就是把这个B呢 投影到1的这个上面 你会有个投影量 把它扣掉 剩下这一段 再取 一个 单位相量 你会发现2 取在这边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将 A跟B当作Basis 转换到1跟2当Basis 因为它们两个的长度都是1 而且互相垂直 OK 这样子做就会很方便 好 你们会觉得这个很无聊 OK 我们搞不清楚这个要干嘛的 当我们在 下下礼拜复习古典力学的时候 你马上就要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OK 所以呢 请你们大家呢 回家呢 就要做这个section下面的作业 好 照这边有没有问题 OK 这个就这样一路下来 假设到第四个呢 第四个就一样 step 4 假设你有四个向量 那么你要第四个 一开始 一定是什么 第四个的本身 减掉 它在第三个上面的投影量 第三个 第三个 单位向量上投影量 减掉第二个 上面的 投影量 减掉 第一个 上面的 投影量 这样就好了 一路把它减下来 那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反正你一路下去 最后你可以把所有的basis 全部都决定出来 OK 好 在读 划 有 读 读 读